法古山智慧随身书 您是佛教徒吗? 一、民间信仰 中国人填写履历等各种表格时 对宗教一栏 多半会填佛教二字 换句话说 多数的中国人 自认是佛教徒 除了曾经受过洗 或已参加过入教仪式的天主 基督及伊斯兰等各大小新旧教派的信徒 却知他们自己不是佛教徒外 其余多多少少 不论由于自己或亲属等的关系 都和佛教的信仰有点渊源 这集是说 只要不否定佛教 不反对佛教的人 就算是佛教徒 所以在中国民间而言 佛教徒的涵养很广 这就说明中国人信仰宗教 一向是开放 涵容 多元性的 例如对水 火 风 雨等的自然神崇拜 对儒家所谓圣中追远式的祖神崇拜 对历史伟人 名将 烈士 真女的崇拜 对特定的石头 树木等的灵物崇拜 对历史演绎及神话小说中的人物及神仙崇拜 以及对各种神秘现象的鬼神崇拜等 都能互融共存 虽然孔子不与怪力乱神 但民间大众对于这些神道的崇拜和信仰 则由来依旧 这既为民间所需 纵然受到唯物论者 及一神信仰者的反对 还是普遍的流行 这些并不是正统的佛教 二 多神崇拜 佛教传入中国 是在秦汉时代 当时 已经有着民间信仰的事实存在 处词 之中 及有各种自然神的名称 因此 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之初 也只是在群神的名目中 又添增了一位西方新道的神而已 虽然由于佛经的翻译 流通 日积月累形成了汉文的三藏教典 阐述了佛教不是一般民间信仰的流泪 但那也只是属于研读佛经 及真正修学佛法的人士 才会了 知的是 一般人接触佛教的诸佛菩萨 也和接触中国原有的祖神 民族神 自然神等的态度和观念相同 所以 在民间的小说 故事等的传说之中 神与佛并没有差别 例如 一般民间所制的如来佛 观世音 都是从通俗小说如 《风神榜》 《西游记》 及民间故事如 《观音得道》 等书之中得知 不是直接从佛经的研读而了解的 三 灵媒与基同 佛教的 《华言经》 《地藏经》 等 虽也在有各种天神的旗之名 而中国民间信仰的多神崇拜 却不是出于佛经的传播 乃是来自所谓先佛戒窍等灵媒的将神 以及一般人所得灵异的感应 最普遍的是出于鸾潭 用符鸾的方式 由基同或笔生的口宣及鸾书等所示的诸神 最初多半是流传于民间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及神话故事中的诸种神明 但佛教在中国普及之后 也有假托诸佛 菩萨 罗汉 祖世等的名字 出现于灵媒之口及鸾书之笔的 因为如、是、道三教的神、仙、圣、贤、佛祖、菩萨 也都可能轮番出现于任何一个灵媒之口及鸾坛的记录 此即把佛教也视为民间信仰的原因之一 因在民间信仰之中 已掺杂有佛祖及菩萨的崇拜了 民间信仰对诸佛菩萨崇拜的目的 不外乎求愿、祈福、消灾、免难、严寿、除病 乃至求财、求子、求婚姻的美满等 这是宗教信仰的基础动机 将佛菩萨当作诸神崇拜 也会达成所求的目的 因为一切善神都会互持三宝 并保佑信仰三宝之人 向佛菩萨求愿 即会受到诸天善神的感应 也会受到诸佛菩萨的垂敏 由于佛教界普遍信仰观音菩萨及阿弥陀佛 使得中国的民间大众 对于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也最感亲切和熟悉 故有加加弥陀佛 互互观世音之说 既然大众以佛菩萨作为求愿的对象 当然不能说他们不信佛教 4. 佛法僧三宝 其实佛教徒是以佛、法、僧的三宝为规信或规境的对象 而不是崇拜流行于民间的诸神 故在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 最初度化在加信徒 即受三规 所谓三规 便是规依佛 规依法 规依僧 具体称为规依三宝 佛是大觉者 他是自觉 觉他而智慧与福得就近圆满的人 法是由佛所说成佛的方法 以及为什么要成佛的道理 僧是学佛求法 并且祝佛弘化 广度众生的出家人 出成佛道的释迦世尊 在尚未度出家弟子之前 便对两位在家弟子 商人提位及婆离家 说归依佛 归依法 归依未来比丘僧因此唯有三规矩足 才能成为正信的佛教徒 如果仅止于信佛而不信法 不信僧 那是盲目的崇拜 便和民间的神鬼信仰类似 如果仅仅探究法义而不信佛 也不信僧 那就相当于一般的学者 看书做学问 与自己的信仰无关 如果仅归依僧 及与民间流行的任意父依母 拜龙头大哥等相近 唯有三宝具足 才能学佛 修法和敬僧 僧是住持佛法的代表 因为他们修学佛法 所以是具体的象征着佛法 在释迦佛注释时代 僧以代佛弘法 当佛涅槃之后 更需要僧来传授佛法 僧是由出家人组成的团体 又叫做僧团 每一个出家人是僧中之人 称为僧人 在教化的场合 僧人即代表僧团 分头教化有缘的大众 因此 佛是佛法的源头 法是佛教的根本 僧是佛教的重心 三者缺一不可 三者合和 才成为全体的佛教 五 宗教的层次 佛有现在 过去 未来 以及此界 他方的不同 和称即是十方三世的一切诸佛 法的基本点包含着杀 道 邪淫 妄欲 饮久的五戒 以及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欲 不欺欲 不两舌 不恶口 不贪 不撑 不吃等实善 这些便是人伦道德的人天善法 更进一步 则为解脱生死的出世善法 更有以得解脱而仍入世 注释的菩萨善法 其中第一阶层的人天善法 通用于世间的一切宗教 也就是世人所指一切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层次 至于第二阶层的出世善法 是超越于人天 并且超越了欲 色 无色之三界的生死轮回 进入了解脱境界 那就是小圣的圣人 称为阿罗汉的层次 第三阶层的是出世法 既能不受生死所福 又能不必离开生死的范围 能够自由自主地来往出入于生死之间 从事广度众生的工作 而又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那就是大圣的菩萨境界 一切佛宝 开示一切法宝 一切僧宝 修学并且弘扬一切法宝 僧宝包含凡夫的出家僧尼 小圣的圣者罗汉 大圣的一切菩萨 倘若能归依三宝 即能受到一切诸佛 一切圣者 一切菩萨 一切有道高僧的教导 提息 保护 庇佑 不论是谁 不论什么程度 都能由于个人的发心程度 和他们的善根深浅 而从三宝获得个人 所能得到的利益 六 升天与享福 由此可见 若系善良的民间信仰 以及其他各派的神教信仰 不论信的是多神或一神 只要不违背人间的伦理 并合乎升天的条件 便可归属于佛法的第一个层次 即人天善法 此即是教人应有人的品格 当尽人的职责 并修天福 凭借所修人天的众善福德 死后即能还升为人 或升天界 所以修了人天善法 总比由于专门作恶而招地狱 恶鬼 畜生的三类恶报 要好得多 不过 人间寿命很短 最多百年左右 天界寿命 虽叫人间为常 仍难免报境而死 以佛教所见 天分三类 最上无色界 其次色界 均细修的禅定者所生 最下欲界 乃细修福行善者所生 欲界天人的寿命 从四天王天 刀立天 燕魔天 兜率天 化乐天 到他化自在天 一共六个层次 一天比一天更长 最低的四天王天寿命 即以人间五十年为其一昼夜 受长五百岁 向上一次地增 最高的他化自在天 以人间的一千六百年 为其一昼夜 受长一万六千岁 不过当他们天福享尽 即从天上寿终 还回人间 乃至下堕恶道 享受人天福报 犹如仰天射箭 当其世境历劫 即下堕地面 此乃因其未出生死轮回 罗汉则已出三界生死 菩萨则虽出世间 而还入世间 广度众生 为菩萨入三界 不同于凡夫的轮回生死 好像犯人入监狱 视为服刑 司法人员及教化师 虽然也进监狱 他们却是自由之身 罗汉永远脱离生死 菩萨虽处于生死 及烦恼的众生群中 却不受生死的束缚 及烦恼的煎熬 而佛是菩萨所成 罗汉也有转为菩萨的可能 凡夫倘若以菩萨为榜样 那就是见贤思奇 发心修学菩萨的法门 即成为菩萨道的实践者 七 正信的佛教 民间信仰的宗教层次 仅使信仰者求取神的救助 并未能使信仰者 由自身起而自救救人 佛教的信仰 既能使信仰者有求必应 更能使信仰者进化自己 强化自己 也能效法救人助人的菩萨与佛 更能成为菩萨与佛 中国是大圣佛教的化区 信仰佛教称为学佛 修法 晋僧的三宝弟子 佛是菩萨道的究竟圆满者 菩萨形是佛法化式的鬼犯 僧是住持佛法的代表 民间信仰的宗教行为 却有其存在的功能和流行的价值 为其既无教义的依准 也无教团的约束 更无教师的诱导 仅靠灵媒 鸡瞳等的操作 好则可以配合善良风俗 否则也能破坏善良风俗 腐蚀人心 佛教则不然 既有悠久的历史 也有层次分明的教义和教仪 既有2600年前出生于印度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 也有代代相成的教团及教师 释迦牟尼世尊 是历史明在的佛宝 佛教教义和教仪是法宝 佛教的教团和教师是僧宝 唯有信仰三宝及归依三宝 才是正信的佛教徒 那么请问您是正信的佛教徒吗 请参阅 正信的佛教 本文收录于 学佛群仪 建设 1